各位漫迷朋友好 又是我Candy 雷文 跟大家研究一下4月28日快活谷夜馬賽事 各位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可以考慮一下就可以直接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另外的影片可以聽長一點 另外可以看告白對雷文的頻道曲線支持 說到第四場 第四場五班1650 夠膽說畫得死的馬 就是三兩隻 很多都密密做功夫 又有鑽瘡馬 變得蠻混亂的 先說一些古惑調動 好像上次田泰安贏天衣無縫 田泰安今天又騎回他上次的 搏走甩的帝豪寶區 贏完他又沒有騎的天衣無縫 另外還有一些 大家等一下 梁家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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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駿今天騎了那隻叫威威高星的馬 沒有騎這隻 這隻 這些比較古惑的調動 今天說了個步速形勢 這一場馬的步速形勢 都幾難猜的 好像明德之星一樣 之前經常選他 經常追著爆 這兩場是放在前面走 但他有得過的 你又不敢說他不行 今天帝豪寶區 前一場後上很厲害 上一場黎地 是放在前面走 所以這些馬都很難猜的 譬如你可以說到 總統之星 喜悅天空 或者緣分 再加上明德之星 看看他走不走一份 我覺得都是選擇一些 守住一下位 有得追一下的馬 就比較好些 若然真的有很多馬 或者有一些 可能會 轉彎尾 就可能已經騎了 好像余木春風 上次贏 他就是這樣的 所以可能 在中段 不要說中段 在彎尾 可能會有些馬 已經騎了 所以都是比較難猜 另外 就說那些 再做功夫試襲的馬 雖然你說田泰安 和史卓鋒 這一對 田泰安 贏完天衣無縫 沒有騎 但是帝豪寶區 一早已經在操緊了 而天衣無縫 史卓鋒 一早已經在操緊了 雖然沒有騎還沒有騎 但是他們一早已經操緊了 他們現在要騎的馬 畫得死的馬 真的沒有幾多 四重彩四連環 那些 我自己夠膽稍微畫了 一二兩三隻 真是幾亂 先說那些再做功夫 加起旺上場跑得不差 但是這隻馬沒有1650的根據 但是他曾經在谷草1200追過上來 接著在泥地1600也跑得近 即是谷草性能沒有什麼問題 上場也跑得不差 那1600的氣量在泥地也有過 可能也應付得到 他再做了兩個功夫 國能未走之前 即是現在上訴 幫他試了貨集 我覺得那貨好 即是試得好 按住國能試的貨 尤其我覺得好 然後很有誠意 就跑去找馬雅 就跑去試了貨 1700來的 好像應該 應該1700來的 按住不讓你看 但是練習氣量 我覺得這隻馬 很有誠意 那喜悅天空 就比較麻煩 1月17日開始停過貨 就停到2月3日 接著在3月幾日 就重化試了兩貨集 兩貨集 我覺得都是觀感一般 這隻喜悅天空 再加上撿個十一檔 就不看他住了 至於另外那隻叫做 八路盛世的馬 就試了三貨集 韋達 轉了苗麗德 又配備變動 賀明年試了三貨 我覺得三貨都好 這隻馬 曾經在四班 就不是輸得太過遠 不過賀明年騎馬 你預計他在彎位 什麼難都好 你看到彎位 通常都是退去 所以要結合騎士 打折扣 我已經輸了很多次 我已經輸了很多次 但我覺得他的三貨集 都是好 所以我今天放了他 其中一隻 我覺得自己會看的難滿 但是呢 人馬合拍的馬 有方家拍這隻 叫做獨身訂造 另外這隻 爪王烈焰 還有這隻 魚木春風 換了配備有穩定的 有天衣無縫 總統之聲 帝豪寶區 這三隻 但是符合以上兩個條件 那些就沒有 我預計這場馬 就有總統之聲 喜悅天空 或者緣分 或者這幾貨士集 都咬著前面那幾隻 兩三個位的白路盛勢 至於明德之聲 如果他見到這麼多快馬 我想他這場未必會走 未必好像這兩場 擺在前面 因為他的當位不差 另外 加喜旺 你上程都猜不到他會 咬什麼位 所以都是步速 比較難估計 要講馬 先講這隻爪王烈焰 大家看看這條片 我覺得他上一場 是虧了個步速 這隻馬 尼文 常常都選 仍然都莫雷拉騎 撿過九檔 比上次十二檔好些 但這隻馬 其實你看一下 他真的沒什麼 如果你選四重彩 你拿去做膽 基本上都經常都在 就算不在 他都是第五 第五尤其是有兩仗 都是季初的事 除了季初之外 只不過是有一場十檔 就追不到 就跑過第五 當日是蘇明倫 上次阿拉肅騎 我覺得 就虧了個萬步速 一分十六個幾 而他就輸給總統之聲 和明德之聲 度身訂造 今天會出的喜多樂 金剛福星 這些馬 我覺得他今天有個輕磅 不要說是膽不膽 即是說有膽 夠膽擦兩三隻的話 即是有很多隻 有機會進來四甲 我自己覺得 我就選了這隻 純粹因為他夠準 和莫雷拉 和他虧了步速都追得好 這隻 十二檔和九檔 不好得幾多 不過呢 就看看莫雷拉怎麼發揮 他都追得幾厲害 在五百米左右已經騎 這隻 是黑衣黑帽 黃B那隻 就量身訂造 外面還有六三個喜盡龍 走了上去 粉紅衫馬嵞 中間 大概跟著第七位勇敢動力 內蘭天二 尾四 淺藍三 星河戰區 即是想博攝 攝攝攝不到 又是二三碟 最後兩三隻 在後面的位置 那隻總統之聲 都打得很厲害 我記得潘頓 那一隻 跟大家選擇 潘頓 他都打得很厲害 最後 因為前一場 我的波 騎下去有耐閃 有屁 那隻就量身訂造 外面拍著 那隻就量身訂造 在這裏 比較失望 這一場 天二 綠色三 內蘭 尾五 後面四隻 星河戰區 拍著外面的爪黃烈焰 其實步速真的算慢 如果你說那隻 總統之聲 他沒有什麼賺 沒有什麼虧 但是那隻爪黃烈焰 可以說是虧 第三位 進憂 第四位 這裏500米 他已經踩出來踩 那裏面那些 總統之聲都按住 沿途省很多位 你在外面 已經不斷用力了 但是今天也是狗檔 還要罰到他這麼愛 但是追回來也挺厲害的 看看今天的祭遇 有沒有好些 那裏面也比較失望 追下去也只有這麼多 那明德之聲 看看今天怎麼跑 他也是很準的 所以這場馬 在這個路程跑得好的馬 真的很多 只不過是選四隻馬 跟大家參考 今天爪黃烈焰 上場虧了報酬 今天狗檔好少少這麼多 若然真的有幾隻馬 走的 看看他有沒有這樣的祭遇 不要說膽不膽 看賠率 你覺得馬有賠率 就不如穿雲去算數 你說熱的 倒不如一兩隻 隨便 看看自己怎麼看賠率 就算了 我愛了11號 爪黃烈焰 總統之聲 今天這場馬也挺麻煩的 你剛剛贏過的馬 就有天衣無縫 有總統之聲 還有一隻黎海榮 魚木春風 魚木春風 有三隻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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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位的總統之聲 選擇總統之聲 上次前一場 波仔 贏了 再贏了一場 其實他換了配備之後 三場都在 雖然說 都是加了一個榜 但是潘頓也繼續狠奇 也是有個好檔 若然爪黃烈焰 又是要蝕的話 又是在外面 兜 他又在裡面 省 你兜完圈 都不見了幾個馬 浪費了幾個馬力 他就在裡面省 要選擇總統之聲 第三隻 都要看天衣無縫 上次這隻 沿途 三疊 回來 他都贏了 其實這些馬 上季 轉完馬房 沒多久 我都跟大家說過 有一場 他跑得不差 但是人家真是很有心機 上次一整個交卡 給XB1 那就贏了 看看他怎樣贏 今天就加了他7磅 但潘頓就沒有騎去 這隻就是天衣無縫 這隻 這隻 粉紅直間三個 沿途三疊 三疊 都跑得很好的 其實 如果講報速 他是有一點點 又不可以說賺 又不可以說虧 不過虧了些路程 這隻 一路都是三疊 三疊 三疊 看看今天加了7磅 在外面 嘗不賤得起 那這裏 600米到 700米已經踩了 他有 盛世 俠盛區 藍衣 在尾衣 尾衣 是金剛複星 包了下尾 仍然是智利共賞 過了600米的段柱 前面放頭的馬 快活一番 已經過了賣便 那隻少傲成功 繞了大灣外面 上來就是天衣無縫 最後一層馬 威力爆發 第四位賣便 少傲成功 急退 扔出去的馬 又起進龍 扔出去還有開心大師 在外面 那些馬 繞到三百多米 天衣無縫 從一路望空之下 都已經出來先了 後面威力爆發 追緊 紫色眼罩 起進龍也都上緊 外面位置 最出還有金剛複星 入面快活一番就熬緊 接近終點 天衣無縫 就贏出頭場賽事 跑第二名威力爆發 起進龍就跑第三 第四名的馬 外面 是金剛 這樣贏到掉了 加幾磅 跑法都算是機動的 你們慢的 中間就踩上來 他在600米 700米的時候 又在外碟踩 也有力氣 希望馬房 近來都很厲害 愛他 田大安不騎 又是另一件事 第三隻 總統之星說了 爪王烈焰說了 天衣無縫說了 其實這隻威威高星 我自己看上一場 究竟是否真的跟前了回來 不如看看上次 阿雷文中 香港精神 馬雅琦 也太過不得頂 這場馬 成才再出再贏 後面的專一 勁力威龍 愛逍遙 都是有些表現的馬 這隻威威高星 上次 我覺得他跟了比較快 可能 變成了 其實如果 會不會 這個樓放 今天下一個班 今天背重這麼多磅 是他第一次下班 所以都選了這隻威威高星 不要看他上場 輸那場 剛剛跟那隻香港精神 應該拍照 我看上去好像他先 那個香港精神 自己選中香港精神 介紹冷門 都要說聲阿里吉弟 這隻威威高星 灰馬 其實都頂得頂愛 後面那些勁力威龍 頂得頂愛 當然是差一點 裡面那些香港精神 在那個彎 那裏退了下去 又不騎 回到來其實 騎不到幾多步 騎到一兩步 這裏自己 站上來都沒有騎 其實看上去 威威高星 真的好像第三個 看上去肉眼 上場我覺得他跟了一個快 可能這樣回到來又沒有了 不如看看他今天下班 但是有什麼輕 就是找到梁家俊 一下來就 背了多少磅 一加加了他 差不多 二十磅 都不簡單 但希望他的班 克服得到 上一場可以給他一個藉口 是跟前回來 看看他今天怎樣去搞一搞 騎法 先講四隻 因為要講那些腳 真的有太多 還有 不要說打不打 夠膽 夠膽說 可以說盡量擦了他 都是因為騎士 檔位有幾隻 還有健康問題 才夠膽擦 跟大家研究一下 希望各位 可以贏多些 可以支持一下 先講了 這隻 若然真的有幾隻快馬 踩一下 或者中間再踩一點點 看看這隻 縮起來 最後面衝五六百 五百米的爪黃烈染 拉縮怎麼發揮 都是一隻很準的馬 四重台四連環 比較準 穩陣一點的馬 另外 還有一隻五號 這隻總統之聲 今天又加磅 不過我見到上次潘頓 都打得很厲害 加七磅 第三隻一號 天衣無防 三疊三疊都贏得 田泰安不騎 另一件事 因為史卓鋒一早都接手了 田泰安那隻帝毫寶 他們一早都接手了 其實他們一早已經知道 要騎什麼馬 放棄什麼馬 所以那些帝毫寶 你都不敢滑死 這兩場那些帝毫寶 一場虧步速 追上來很厲害 上場是跑泥地 走去擺頭走 還要千八米 所以很多馬 是陰陰養養的 這場 至於第四隻 一場就拼回這場 很令人失望的 威威高星 看看他是不是想下班才來 不過我見到他上次都跑得挺有誠意 不過是可能跟了快步速 沿途院裏面一步不蝕 回來沒了多少 可能真的跟快了一點 換個騎士 看看如何發揮 先說這四隻 11號的爪王烈焰 5號的總統之聲 1號的天衣無防 和2號的威威高星 希望各位贏多一點